高速公路上有沒有塞車,你也可以往這邊拉一下 看一下高速公路,一高現在都沒有塞車 現在都沒有塞車 如果說下班時間的話,應該就會有點塞,像這一小段有點塞 紅色區域就有點塞 這個地方的話,當然你也可以將來用在你的手機上面,也可以用這些功能出來 除此之外,Google地圖裡面還有很多的應用 像現在還有3D的,那除了這個之外呢,它還有所謂的大眾運輸 可以秀出來讓你知道哪邊有站牌,或者甚至天氣也可以秀出來,諸如此類的 所以Google地圖目前其實可以做到還蠻細的 OK,那這裡的話,我想各位可以先玩玩看這個Google地圖 Google地圖如果說要放在我們手機裡面,該怎麼做 OK,那接下來我們來看一下 首先的話呢 第一個,先把你的模擬器啟動 第二個的話呢 我們基本上的流程 其實你只要 我剛剛講過就是 照我那個部落格上面的這個動作,我們可以學會這三個 第一個,檢查一下你的版本 第二個,檢查你的模擬器的這個API 而且並且把模擬器給啟動起來 第三個的話呢 找到什麼呢 找到這個Android的這個什麼 Ebug Keystore的路徑 然後呢,並且將懶人包複製過去 然後執行這個Keytour的P字檔 15張的Google Map 那打開來之後呢 裡面呢就會有一個 Google的這個 這邊有一個懶人包 往下找,那你可以看到 這邊有一個 Keytour XP懶人包 這個 請你把這個 XP懶人包 把它download下來 把它下載下來 下載下來之後呢 解壓說 解壓說出來 我把它儲存到 這一個我的桌面上 桌面上 那並且呢 再把它解出來 裡面會有六個檔案 各位可以看到裡面有六個檔案 那這六個檔案呢 把它放到那個Keytour的路徑底下 OK,把它下載下來 放在桌面上 在這個地方 Keytour這個 按右鍵 用7VIP 解壓說